跨境汇款有风险操作需规范 据世界新闻网等媒体报道 纽约布鲁克林一名华人妇女 自今年起在八大道一家汇款公司寄钱回中国 身份疑似因此遭到泄露 被不法分子用来洗黑钱 随后竟遭到美国国务院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调查 最终该化妇虽未蒙受金钱损失 但短期内将无法再用个人身份寄钱回国 护照号码也被取消 造成回国计划被打乱 该黄兴受害者在接受采访时称 过去一直在该区八大道一家汇款公司 给位于中国广东的家人寄钱 今年2月 他想要寄送一笔2500元的汇款 因超过限定额度 而改到八大道交59街的另一家汇款公司寄钱 期间 他向该公司提供了证件和个人信息 不久后 家人也表示收到了钱 于是 往后几个月内 他继续使用这家公司 到5月底 美国国务院的外交安全服务 Diplomatic Security Service部门的调查人员 突然找上黄女士十多年前居住的公寓 向其救房东打探她的下落 一开始 黄女士还以为遇到诈骗分子 随后根据调查人员留下的联系号码打给他们时 对方说得煞有其事 于是又担心会被捕 再三确认不会被逮捕后 黄女士与调查人员约在家门外会面 并通过电话翻译服务进行沟通 期间 对方拿出一张表格让她填写 并询问最后一次寄钱的日期 寄到哪里 以及是否寄过一笔4900元的款项等 黄女士回忆 二月至五月间 曾在该家汇款公司寄过三次钱 但数额加起来都未超过4900元 不仅如此 表格上也列出诗骑家 位于七八大道上的汇款公司名字和地址 调查人员还刻意询问她 是否曾在七大道某家汇款公司寄过钱 经一系列操作后 黄女士似乎明白了什么 猜测这些汇款公司都不正当 或已被列入调查名单中 最后 调查人员也明确提到 有人利用她的身份寄了大笔钱回中国 表示将继续联系她 配合调查 令黄女士吃惊的是 调查人员告诉她 其美国护照号码也已被注销 等侦查完毕后 将寄送新的护照 仍不心甘的黄女士 隔日到当地68分局询问 在警员确认下 证实了调查人员的身份 确有此事 警方建议她 无需再到警局立案 等待国务院调查即可 至此 黄女士终于接受了事实 她说 虽然没有金钱上的损失 但就是很麻烦 她表示 现阶段无法再寄钱回家 原本的回国计划也被打乱 令她很烦恼 顾客的身份 呼吁民众在跨境汇款时 要特别注意商家的可信度 目前 该区八大道和法拉盛多家外汇公司 已遭联邦政府调查 几名社区人士透露 很多外汇公司其实都不正规 向保证超过三千元金额的款项 一周内便可汇到 基本上都是骗人的 另外 所谓的不需要身份寄钱 用的就是其他顾客的身份 呼吁民众在跨境汇款时 要特别注意商家的可信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